- 歡迎到Z2U.com 享受安全平易又可靠的遊戲幣教育平台 因為上面都是真實的賣家 所以相當推薦給有需要MT或是VC的玩家喔 哈囉 你好 我是鎊騷 今天換我們來繼續請我們這個銀河王朝 那我們自從上一次的銀河王朝已經經過了一段的時間 那我們上次最後影片的話是結束在我們的三分球大賽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我們的陣容 我們Anson Davis受傷8到10周那還行 反正還沒不到季后賽嘛 我想起來我們Guto Rich的話這邊應該是會把他放掉 因為沒辦法留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現在的話是沒有所謂大鳥拳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的話我們沒有辦法用這個超額的薪資去把他簽下來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的話我覺得啊 我等一下想想看他怎麼辦 但至少我們這邊有這個Joan Bean跟Porsinkis這兩個人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的話我們之後再把他拿去做交易 來交易來一些比較好的控局後衛期基本上也是可以的 好了那我們這邊的話就直接先輪到季末 那我們今年的話必定要拿下這個總冠軍啊 這是我個人心裡的一個願望啊 我已經忘記我們總共有幾個這個總冠軍了 但是我希望越多越好是不是 好了那我們這關就直接輪到季末來看一下我們今年的話拿下什麼樣的戰績吧 好了那我們最後的話是拿下70勝12敗的這樣一個戰績啊 那我們今年的話是讓LeBron James拿下了我們最有價值的MVP 那現在的話已經高齡35歲了那他在最後這個4年的話 他一年可以領這個4000萬啊 他有不可交易條款喔 這就有點像是真實的情況啊就是這個LeBron James在生涯最後一年 簽下這個霸王條款啊我們要交易掉也交不掉他啊 這個就麻煩了 然後這邊包含這個 Steven NashJr 哇Steven NashJr他是一個純黑人耶 然後這邊是 Search Bracca是拿下這個最佳方法的球員啊 場軍9.5個冷板跟三次的助攻 還不錯 Michael RuffinJr這邊是拿下最佳金步獎 Nick Nurse一樣是拿下最佳教練 那來今年的話 LeBron James拿下這個第1隊 然後第2隊的話是我們Kevin Durant也受傷了 這個就難受了 然後第3隊的話是我們這個 Steven Correa還行啊 Yas at the Combo的話 現在是16年吧對不對 16年現在是87平分啊 我希望他以後可以有更好的一個評分 好那在今年的話我們一樣是拿下這個東區第1名啦 那東區的情況 目前看起來我們Kevin Durant受傷了 那我們會用什麼一個陣容來代替 哇Porsinkis這樣子喔 好像也不是不行啦 但是我覺得Anthony Devis拿來打4號位吧 先讓他到95評分 這樣子讓Hansom Whiteside打一個5號位 這樣子我覺得可以 好這樣一個陣容看起來還不錯啊 就讓Kevin Durant先下去休息啊 哇Qualainer也受傷啊 那就難受 Curito Vich最後一年的話還讓他有點那個用處啊 首先先來看一下第一場比賽對象 芝加哥工友隊 哇芝加哥工友隊一開始先壓了我們一頓啊 哇 好沒問題沒問題 我忘記看芝加哥工友隊什麼陣容啊 Rober Howard Carrie Irving 25歲的Carrie Irving Carrie Irving那個才25歲嗎 16年還25歲還行 Android Drummond叫他這個 C.J. McCullen Selest Young Nikola Yukic 哇 行啊行啊 我覺得Nikola Yukic之後我也可以把他抓來 Michael BB 38歲準備生涯退休啦 那他們這個陣容居然一開始可以壓我們 我覺得還蠻意外的 不過第二場比賽的話 還行啦 直接壓我身分差也可以 第四場比賽 3比 這場比賽感覺 有點接近喔 可以進去稍微看一下 看感覺如何吧 因為現在防疫期間嘛 就是沒有觀眾我們 全程使用這個沒有任何觀眾的這個情況啊 雖然你可以聽到好像有 有人在那個 歡呼啊但是事實上沒有啊 第三場比賽馬克倫切進去 電步往後這個來防守有嗎 這球好球 哇這個終於跳到可以 來看一下Quilander 這邊上去復蘇之後給進去裡面好球 上去好球 And one 哇來看看我們這個 替補的這個明星陣容啊 哇他們這個陣容 組一隊都可以打美國隊的你知道嗎 超扯的 來看看進去裡面 好球 Selest Young 哇 他速度好像比Anthony Davis還要快 來看看Gordrovitch切進去 這邊選了終於跳到這球被這個 Nikovsky給擋下來 好 Rubber Howard Rubber Howard這邊 哇頂進去了好球 哇他居然把那個我們年度防守 第一隊這個球員給 頂進去了 可以 這邊切入進去裡面 選擇拋頭這球 沒有抓下籃板 好又可以拿下籃板之後 Kairofin 這邊再給Selest Young 一個終於跳到這球 沒有進 這邊這個 HuySat拿下籃板之後 再給Gordrovitch Gordrovitch這邊 這邊選擇直接頂 這球進攻有點太過於的這個操作過擊了一點 HuySat來看一下 HuySat這邊頂進去 這邊選擇直接上去啊 這邊直接被這個Anthony Davis 這一個火鍋刺後啊 好直接跟上面就拔起來好球 Ging 我覺得對面的那個防守有點放過過於的寬鬆啊 進去裡面 手很緊兩人包夾 Yuki這邊再回一個Selest Young 哇兩人包夾加了加了一個 措手不及啊 哇這個 夾到尿出來啦 這球CCM看到一個三分球直接出手啊 這球目前四分差距 好目前的話來到六分差距 來看一下 這球直接出手 哇 他為了想要這個 搶分結果 發生這個非常奇怪的一個出手選擇啊 好啦那目前的話 是這個CSX3比1 我們首先先拿下這個領先優勢 好接下來的話 就直接4比1 贏過對手吧 是比1 哇 啊居然是我們輸啊 還行還行還行 你不要給我打到三比戰喔 那很難看喔 這邊結束OK 哇 接下來的話要遇到老隊友了 其中一個老隊友就是這個 奧蘭多魔術隊啊 另外一個老隊友是我們這個 最新出來的這個 紐約尼克隊啊 紐約尼克隊他們也不好惹 因為他們有那個 James Harden啊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 魔術隊現在的 陣容是不是 一樣 魔術隊一樣 Tress McGree跟這個Poker的時候啊 其他人 真的可以不用看啊 其他人最多就是這個 飛騰而已啊 其他就 就還好啊 就就就 就不用看 然後紐約尼克隊 好 James Harden 這個誰啊 AJ Graham 這位我真的沒看過耶 突然間冒出來 Marble Williams 他們把Damella交易掉了 哇 他們竟然把Damella交易掉了 這我真沒想到 然後再來看一下最後一個 克里布蘭騎士隊 克里布蘭騎士隊 Kevin Love Brandon Roy Paul George Tony Parker 這這種感覺還行啊 但 我都覺得這些 隊伍都還好啊 都沒有什麼特別突出的地方 好 來吧 阿蘭多魔術隊我個人認為是 老隊友啦 應該是 不太容易有機會 可以贏過我們啊 再怎麼樣都是不太可能的 呃 你們的王朝已經結束啦 我們的王朝還會 歷久不摔啊 喔 喔 這想發揮老將價值但是沒有用啊 舒服 4比0 果然啊 遇上這個紐約尼克隊 但是紐約尼克隊現在只剩下全部差的人的話 我覺得就還好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啊 我覺得 光捐出他的人是打不贏我們的啊 就你當初還有那個 那個誰啊 那個Damella 我們還會稍微怕你一點啊 現在 烏合之中 真的是 蝦兵蟹將啊 紐約尼克隊 在哪一個時空都沒辦法 逃過 被橫掃的命運嗎 哎呀看來真的是啊 啊 真的難受 接下來的話 來看一下是哪一個球隊 我覺得應該 我記得太陽隊現在很猛喔 我記得太陽隊現在有點東西的喔 這跟我的印象中太陽隊不一樣啊 他們我記得還沒有還有點東西啊 啊算了不管了 哇這兩隊真的是什麼都沒有 魯彈哥哥 Ramon Green Angelo Regens 就就還好啊 迪安威特 哪隊起來都一樣啊 喔太陽隊 太陽隊更沒有什麼 太陽隊我連名字都念不出來 你就知道 我就 不好說了你知道 來來來來 我球員B加受傷是不是 受傷就受傷唄 我覺得今年的這個總決賽是可以不用看的 因為 東區過了就沒啦 是不是 哎唷 居然還可以2比1 那我們在今年的話就盡可能把我們的這個 影片的主軸放在交易的部分啊 我個人覺得是這樣子 這3比2 他也可以跟我們打個平起平做什麼概念 不可能啊 可以啦可以啦下去了下去 好啦好啦下去了下去了 啊那今年的話我連那個最後進去我都不想看了 我覺得我們是100%的贏了 那最後 LeBron James 甚至拿下我們這個最有價的球員啊 可以啊 啊今年的話 RussiaRuys退休啊還行啊 Karen Butler退休 San Richardson退休 Michael BB退休 Paul Pierce跟Vance Carter一起退休啊 哇 都還可以接受啦 但是 照理來說 Paul Pierce跟這個 Vance Carter都會再打一年了 Ramaludan退休 Dondorf退休 他就 沒關係啊就讓他們都退休吧 然後今年的話我已經太久沒玩了 我已經忘記我們有沒有什麼樂鬥選秀了 喔布魯克恩兩網對這個選秀權 啊一樣是第10名 還行還行 我想知道他今年 喔 幹 有Ben Simmons喔 我有一個 的想法 我看一下誰把Ben Simmons選掉 感覺 他也不會那麼前面被選到 應該34才會選到 看一下 他是第2名被選到 你知道我們剛好 切一個空拳後衛馬是不是 那就是 就這麼巧嘛對不對 迪特律活塞隊就 我們好無以惜啊 你們就Derek Rose 你們不會想要再要一個 空拳後衛的 你們不會想這麼做的 來來來 Ben Simmons 呃 不可能單換吧 不可能單換我能理解 那我要想一個 好啦我覺得這邊啦 GV8的換給你們啦 怎麼樣 這你們不虧吧 Ben Simmons換過去 你們覺得應該不虧吧 喔 可以啊換來啦 Ben Simmons Trust the process 太神啦 借屍還魂 GV8就這樣被我交易掉啦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就是 正如我所說嘛 我們既然的Gutrovich 沒辦法要來的話 我們至少 得要一個人可以借屍還魂 是不是 對啊我們這邊這個Gutrovich是要不回來的啊 你可以看 我們最多只能要大概500多萬的東西而已啊 沒什麼東西可以要回來的話 那就 隨便 那我們現在想一下我們在今年啊 空拳後衛 Devon Curry 2號位 Qualainer 我們 主要補 應該是補在 這一個 1號位跟2號位啊 但是1號位這邊的話我可以直接讓他變那個 你知道 直接讓他變控球後衛啊 但是我覺得這邊Ben Simmons我可以先讓他拉到3號位慢慢讓他等啊 他有機會有朝一日會呈上起來的 我們需要補一個控球後衛 補控球後衛最好做法的話我先想一下 Qualainbin這邊的話應該就會留下來 那 Porsinkis這邊留下來 那這個情況下的話就會顯得 海森壞賽這個位置特別尷尬的原因就在於說 因為Kevin Durant這邊打4號位嘛 那這邊 只能打5號位啊 所以海森壞賽這個位置就留不下來 這就沒辦法 就得看我要把他拿去換什麼樣的球員是最好 哇這個Jacky Richardson真的是被這個7人隊拿下來 最有價值的這個 陣容的話會是 他能給我的東西都不是很好 說實在這些Flower有聽過但是我覺得 還行 哇可以換Kobe Bryant喔 但在於說我海森壞賽換Kobe Bryant我覺得我蠻虧的 我說實在的真的是蠻虧的 但 我再想一想我再想一想 我還可以換GPB的回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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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智障了 Jokey Noah Noah 我覺得 算了吧 Smart這邊的話大鳥拳兩年 哎呀這就有點微尷尬就很可惜 我覺得相較起來換這兩個人是最划算的原因就在於說 這個Nepier的話 他可以當我替補的控局後衛 然後 Josh Richardson這邊的話可以把他拿來打一個 惡號位 讓他做一個替補的惡號位 就這個情況下的話我們基本上可以做一個節省薪資 所以我覺得這個做法是最好的 雖然我剛剛覺得 Kobe Bryant那個交易案其實也是可以 但最主要是我覺得那個實在是 太虧了就是虧到我就算以想以這個 情懷的方式來做也做不起來 這就沒辦法 對換這兩個人相關起來是 最有用的 好這邊就直接這樣換了 那這個交易結束之後的話 我們首先 先多出了2000萬的這個薪資額度 那這邊既然沒有選擇的話 最後的話我還是 選擇 簽個Verojall進來 Verojall這邊的話就會成為我們 這個 就是 交易的籌碼 就是 一年給他 850萬 然後 之後把他做交易 這是我個人認為比較好的一個做法 然後其他人的話就隨便 就是簽個底薪給他 好啦那在這個情況下的話我們就得來看一下 球員發展吧 那今年的話 LeBron James 一樣是 這個99評分 那這邊Kevin Duren 下降一點 還行 Athan Davis這邊的話來 95評分 然後這邊來看一下 Seven Curry 92評分 Juan PIN這邊來到這個90評分 然後 Porsigis來到89評分 快樂人的話 Yuan 88評分 Bensimus來到這個84評分 Verojall這邊下降兩點 其他人的話 就 不管 那我們現在來到新的賽季啊 但最主要可以看到我們現在這個團隊默契度 僅僅只有13% 哇超低 真的是超低 所以在他之前的話 我們現在做交易的話 會不會是好事情 這我不知道 因為反正 第一應該不會再更低了 要交易就趁現在 然後我們就去想一下 Jotan Clarkson這邊的話 如果拿去交易的話 他能夠換到什麼嗎 好像 能換的東西很有限 對啊 真的看起來怎麼換都還是只是那些東西而已啊 先跟你講 Kevin Looney之後的話 他會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 4號位啊 所以我這邊的話 我的理解上 因為Jotan Clarkson這邊 我完全不會讓他上場 那既然都不會上場的話 那這邊換個Kevin Looney 其實也無所謂啊 對不對 好我這邊先這樣換 Kevin Looney派G League 然後 另外一個派G League的話 是我們這個 喔 Josh Richardson不給我派啊 Ben Simmons這邊也派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就繼續模擬 我們先 大概模擬到 12月15號 我們這個 默契度慢慢爬起來囉 一開始我的那個 擔憂都是多餘的 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這個陣容 已經到達一個 世界頂級的一個程度了 可以啊 20勝3敗 那這整個陣容又恢復了這個 原本的那個水準啊 GNB的話這邊來到這個 先發了這個 5號位啊 可以啊 那這邊的話 我覺得 Anthin Davis這樣子的話 有點可惜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這樣覺得 既然這樣的話 這個Anthin Davis 還是把他拉到5號位吧 哇 Josh Richardson這邊受傷啊 不是啊你去發展聯盟不就沒事嗎 你怎麼在那邊給我硬鋼呢 算了沒差沒差 好 Steven Curry要重新簽約啊 重新簽約的話 這年就 反正Steven Curry我也不會把他拿去做交易嘛 對不對 壓榨他到 大概 3300萬 3380 我覺得差不多 我覺得差不多 他就可以簽這個賣身條約給我了嗎 3370先感受一下 很接近了 很接近了 3370已經很接近了 3380應該都接受了 我跟你講 你簽這個賣身契約給我 我是很爽的 給你一點點優惠啦 給你一點點優惠啊 來來來 3390 哎呀他也是不要 那這邊的話應該就是 我推算是 3430 這邊推算的結果是這樣 3430 可以 3430 那我這邊的話對我來說 Steven Curry 只值這樣的價格對我來說也是 不虧的 確實啊 我們在替補陣容的感覺就是沒有我們以前那麼強啊 但我現在就 只怕我們這個 Lebron跟 Kevin Durant兩個人推移之後的話 接下來的話會是什麼樣的一個感覺 所以 我在想 之後要不要做交易 但是這三個人都是不可交易條款 就很難受 OK 但Ethan Davis如果把它拿來做交易的話會長怎樣 他好像應該要很難換到好東西 如果他如果能夠換到假設字母哥我就願意換 似乎也沒辦法 好現在1月15號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這邊 我們只是假設 JNB如果要交易 原位的現在已經35歲沒有交易的那個價值 Rudy Gobert 也還好 這些Rudy哥 當然不可能 他都淨換那些就是我覺得 沒有什麼好東西啊 我這邊就直接問你一個問題啊 你要不要換 他不可交易條款喔 哇 他居然直接要不可交易條款喔 這麼硬 就現在我說實在的你除非自己要來求贏 要不然他能給你的交易的那個東西都 很差 你知道 那這邊的話想把Virage交易出去啊 他只能換這東西喔 那有點慘喔 哇他真的日垂西山耶 他什麼毛都換不出去 最多就Android Bogart 但我換Android Bogart什麼意思 沒意思啊 我想把他拿去做交易籌碼也沒有用 你知道嗎 這就真的很難受 因為現在我沒辦法做任何交易的原因 就在於說你可以看到這些人的那個 交易邏輯已經 遠超乎我想像了 他居然可以跟我說Ben Simmons跟這個 Kamansky是同樣價值的東西啊 那我就覺得他們那個 那個 腦袋已經完全壞掉了 那就是完全沒辦法做任何交易啊 快樂的加Porsinkis只能換到Brandon Bill 幹 我覺得我寸步難行啊 因為我現在要做交易的話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意思 好那我們現在就直接摸到季末 我們先直接來看一下我們今年戰績回答是怎麼樣吧 好那我們現在的話來到季末 我們在今年的話是拿下這個 7.4勝8敗的這個成績啊 那我們在今年的話 Kevin Durand 拿下最有家的球員 Eddie Bowman 拿下最佳第六人 然後最佳發球員的話是我們的 Roy Hipper Roy Hipper現在幾歲啦 31歲還行啦 他現在正值 這個壯年啦 雖然他製作可能會有一點這個慢慢的這個退步啊 但是現在的話他也是最強的這個防偶球員啊 這個Eddie Bowman 這邊又拿下最佳進步獎 雙掉冠軍 Nikon Nurse 一樣拿最佳教練 華盛頓巫師隊的這個Roy Hipper這邊是拿下這個 98平分的能力啊 可以啊 Democrat Cotten 這邊的話 沒有受傷 94平分 最頂級的能力 懷倫的這邊的話是90平分 Trace McGrady 現在是 38歲還有94平分啊 也是很兇的啊 我們現在的話正中總共有4個人都上到了這個我們的聯盟的這個防守陣容跟這個1隊裡面的還行啊 好那我們現在來到技術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哇這個居然在一開始就遇到了這個紐尼克隊啊 哇劉姆斯哈登 Gutchevich Gutchevich被他們邀回去啊 這個就難受了 其實我還蠻想要Gutchevich回來的 我們來看一下 Grant Warren Novak 這邊這個 他們的陣容喔 你要說好真的是 挑不出任何一點好 說實在的 就是 真的就劉姆斯哈登一個人也鼓掌難民啊 你怎麼當初要把那個 Demirator交易掉啊 沒道理啊 還是他自己那個 不續約就走了 那就算了 那 這樣子的話你們就 自己甘心下去啊 不甘心下去了是不是 可以啊可以啊 你們不甘心的話就搞不好 可以來一場 爭劍勝負是不是 有啊有啊 唉唷 可以稍微進去看一下喔 好那麼現在來到這個比賽的這個最後的1分20秒左右來看一下 Steven Curry 這邊再給這個 進去裡面切入 上去好球這是第二個犯規 四大一小的陣容耶 Steven Curry配合這個 四個大難感覺起來打起來會還不錯喔 進去裡面灌籃好球 哇目前的話這個分差來到6分差距啊 這分差還有辦法再靠近一點嗎 好來看一下 檔拆 這邊有個外線上面有機會選擇直接跳起來好球 今天Steven Curry總共得下41分啊非常好的一個效率 好切入進去裡面 這邊再給外線 再給Witcher Beach 這邊守到了嗎 好手非常緊 這邊拉出來 歪這邊 這邊選擇出手這球守到了 哇 藍本拿下來 這不是火鍋蓋過去好球 LeBron LeBron這邊直接快要前場 這邊再給Steven Curry選擇上去這球好球 好這邊目前只能做這個犯規戰術啦 這我只能說沒辦法 喔 兩發中一 目前的話三分差距 有沒有機會可以逆轉 Steven Curry切入進去裡面選擇上這球 哎呀可惜沒有N1 如果N1的話真的就直接有機會可以逆轉啦 好這邊罰球進一球 再進一球 可以 好這邊的話只能 看看罰球的部分了 Witcher Beach 這球第一發進 第二發會不會進呢 第二發沒有進 來這邊沒有暫停了 快到前場快到前場 給Steven Curry 這邊被包夾 快扔了切進去 再給這邊進去殺好球 目前的話是7.5秒 133比133 半轉身 終於跳到這球 沒有進 耶 這邊的話可以直接拉到這個延長賽好球好球 好現在的話來到這個延長賽最後一分半啦那麼前的話是反正是我們領先的6分啦 哇 果然是風水輪流轉啦 來看看Steven Curry這邊在外線 進去裡面 進去裡面有Kamen Duren進去灌籃好球 好目前的話是我們領先了非常大幅度的這個分差目前的話是8分差距 好進去裡面 灌籃好球 過來看這個罰球會不會進呢 這球進好球 來看一下 擋拆 來之後前進去 進去裡面空中接力好球 哇 可惜沒有灌進去啊 灌進去就帥多了 好來看一下 我先全部插陀 半轉身 前進去 55S這邊好球 因為這個已經missmatch啦這個情況下打人去是可以的 來這邊 快速進行一個犯規戰術 但是這個時候做犯規戰術我個人認為還沒有必要 這邊果然是先做一個犯規戰術等一下要犯規的話更快一點 敵腳Kevin Durant的球好球 哇8分差距啊基本上要贏的機率就變得沒辦法了 好這邊進去裡面灌籃好球 好這個時候就來做個犯規戰術啊 但是沒有用啦 MVP MV 這球居然沒有進但是沒關係 三分球直接拔起來 藍板抓下來再做一個三分球 再一個 這邊拿下藍板之後已經 已經宣布了比賽的終結啊 今天這場比賽感覺起來 還蠻刺激的啊 剛剛有段時間差點以為自己要輸掉了 那目前的話這個系列賽的話是1比1平手 那我們接下來的話再來看一下我們下一場的比賽吧 我們接下來的話再來第三場比賽啊 第三場比賽喔 那一場之後果然會順風順水啊 原本他們最有機會可以贏下來這場比賽 他們現在 有沒有辦法喔 可以可以贏下來贏下來 那接下來的話就順利啦 這支架組長我們總不可能被打敗吧 可以啊 哇 這分差 156比95啊 快樂人得下31分 8籃板 一超結2主攻啊 他們球6頭5中啊 哇好神 MVP今天得下27分 11籃板 3助攻 他們這個助攻 隨便傳耶 好扯喔 那我們現在的話來到第2輪了 那我們這個影片的之後的話 再繼續進行我們 這個銀河王朝吧 那這邊先跟各位稍微講一下 我個人覺得這個銀河王朝的終結的話應該會是在2040年的這段時間會做一個終結 因為我是希望可以模擬就是前20年的這段時間 再來看一下這個最後聯盟版圖會不會跟我們原本預期的一樣 那我們現在的話是來到2037年的這個時候 那我個人覺得這個時間點也是差不多要接近結尾了 那也是希望各位可以持續關注這個系列直到他的終結 那之後如果再有開任何新的系列的話我會再定行通知大家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的話就先到這個地方 那如果喜歡這影片的話 別喜歡下方的訂閱 不要喜歡追蹤跟我們節目的頻道 那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